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sky shop全能室内设计养成班 这里是我们nscape急速渲染片 我是主讲人andrew 我们这一节是第二章 nscape渲染器基础入门的第二节 第二节是3ds max模型转su模型的技巧 虽然和nscape没有关系 但是它是我们nscape渲染必须要学的一个技巧 不学我们软状模型根本就没有 不可能找到这种非常精细的模型 用于渲染这个模型 好 我们介绍转模型技巧之前要说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它是max的插件 并不是su的插件 它叫ms max转su插件 这个插件开发的一个缘由呢 就是因为这两年啊 大家这个用这个su的人越来越多 客户用货越来越多 然后呢找不到这种很精细的一个模型 那怎么办呢 它只能呢我们把这个max的模型转换到这个su模型中 但是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它转换过程啊非常的一个麻烦 对吧 然后呢呃效率非常低啊 所以说呃这个mes啊这位朋友啊 他就他们团队吧 应该是开发了一个这样那个插件 它呢大大缩短了我们转模型的这个时间啊 甚至大家也可以兼职啊转一些模型啊 可以赚一些零花钱啊 比如说像芝末啊像建议啊 他们平台都是招这些人 但是呢就是可能赚的钱比较少啊 就是大家还是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效果图啊 效果图啊比这个呃还是好多了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插件出现之前呢 是用什么转转这个模型呢 就是呃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 我应该是这个全中国转模型转的最多的啊 因为我之前啊就是专门去有研究过一段这个时间啊 没有上千个差不多七八百个是有了转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插件呢是去年大概年中的时候 八九月份吧才开发出来 那这个插件开发出来之前呢 我们都是用这两个插件呃 这两个软件啊去转这个模型 那这两个软件啊我现在没有提供给大家 因为是没有必要了啊 他俩到时候相对比较落后一些 这个呢是一开始用的 后来呢出了一个simlab啊 simlab呢要比这个dip要好一些 然后他俩呢都没有啊这个插件好啊 这里我们简单提一下啊 那这个插件呢可以试用一个月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插件呢 是每人啊送送一个月的一个这个会员 对吧啊是价值这个十块钱啊 虽然不贵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插件呢 他呃有几个档啊 就是什么年半年啊什么一年啊等等 还有永久对吧 这个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 这里要说的就是这个插件刚装上之后呢 他是有一个月的试用的 所以说啊大家先不要着急啊 把这个计划码填到这个软件里面 就是与这个我们群里面 这里我们可以说一下啊 与群里面的这位啊 这位大神对吧 ms他呢就是插件的作者 和他呢去主要这个插件的一个计划吧 但是呢你要到之后啊 试用结束之后你再输入 要不你这个一个月的赠送啊 就就和试用就重叠了 对吧 那他支持的3ds max版本呢 是从这个稍微老一些的2009到2019啊 支持这十个版本 所以说之前大家如果用的什么8.0 9.0啊 就不支持了 然后这两个版的max应该也没人用了啊 太古老了 那我们专门拿出来一集课讲这个转模型 它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啊就是要站在这个max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知道max呢 他是有各种各样啊 可以看一下各种各样非常漂亮的模型的 对吧啊 这个是建议 但是呢他有这个模型 他SU没有对吧 那么SU没有怎么做效果图呢 就没法做效果图了 所以说我们呢 就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max肩膀上啊 去把这些模型啊 转换成SU的模型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sq把去渲染它了 对吧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他的安装与激活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群文件中啊文件 然后呢 找到这个福利插件安装包 然后呢 哎下载下来 对吧 好这个是比较大哈 我就不在这下载了 我就用本地的好 最新版本啊 是这个v9 对吧 max转SU插件v9 v9a 就是我发到群里的 但是呢 刚才和这个作者聊了一下 他们要发布最新版本了 应该是1010.0 这个呢 可是可以是免费升级 这个很简单 双击 对吧 然后呢 找到啊 你max的一个安装目录 我的max是在一盘啊 这里 这个安装安装包 对吧 选择文件夹 然后呢 安装版本 我是2018 对吧 那你就选择2018 直接就安装就可以了 啊 非常的简单 那激活呢 就是呃 这个 你你像这个mes 我们群里和他呢 直接索要这个激活码就行了 你发给他 然后呢 填写到这个插件啊 这个插件页面啊 只有两个 一个是填写激活码 一个是呃 这个插件使用的一个页面啊 直接呢这个与他联系 然后呃 获取激活码填写进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 这个插件啊 是max的插件啊 不要去s里面去 不要去s里面去找啊 啊 对可以用两个月 对可以用两个月 哎啊 把这个这个是我们总结部分了啊 呃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没有PPT了啊 我们实际操作一下 打开啊 打开这个文件夹里面 就是这个资料包里面的一个文件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啊 转模型的一个这个案例啊 我这边本地啊 打开一下 好啊 就是这个模型 对吧 然后我这里呢 就是我们解压一下 从头再来 对吧 好打开max 这个打开max 这个时间啊 比较漫长一些 大家等一下 因为max这个插件呢 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啊 变得特别的大 三个多G啊 安装包 好 所以说他的一个这个 就像一个这个大象一样啊 像一个巨人一样 行动啊 非常的迟缓 包括打开啊 也非常的迟缓 啊 要比这个SU啊 慢很多啊 所以说大家这里呃 耐心等一小会儿 好啊 现在他这个启动页面才出来啊 我们稍微等一下 好 然后呢 点确定 然后这个我们转模型的时候 一定要安装好vray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部分3dsmax的模型啊 基本上就是vray的 对吧 如果你不安装vray的话 他的所有材质全部会丢掉 啊 这个vray呢 我在这个群里啊 呃都有发给大家啊 是vray3.6这个版本 好点一下是 然后呢点一下继续 这些呢 就是顺着他的这个点啊 就是他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啊 就是他让你继续就继续 对吧 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max 就是如果你没有max经验的朋友啊 你也不必要担心啊 就是你按我的步骤走就可以了啊 把这些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为了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不可能把它全部导出去 我们只导一个这个沙发组合 可以吧 抱枕还有这个呃挂毯 对吧 不是挂毯就是一个这个毯子 呃因为他呢 是这几个呢 这个软体啊 是我们最头疼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导这些抱枕对吧 那我其他呢全部删掉啊 啊这里呢其实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只要一个这个沙发的话啊 你就把它们全部删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呢全部啊啊 这里还有个这个建议原创啊 建议原创的模型 全部选中解阻 第一步呢是解阻解到什么时候啊 解到不能解为止啊 这个和和我们su一样啊 就是解阻对吧 然后解完组之后全部 然后这里呢它是一个过滤器 点到这个灯光啊 就说明我只能选中灯光好 knt加a 把灯光全部删掉 然后摄像机全部啊 knt加a全部删掉 然后呢这里要说一下啊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需要导这些花啊 这些花呢在sundees match中啊 都是非常复杂的 其实我们渲染我就很发愁这个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花其实在我们整个空间里面 顶多是一个点缀的作用 除非是你这个主要环境 主环境的这种花 对吧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 除非你是这种花 对吧 一般呢我们都是点缀的作用 一个点缀的一个模型啊 它的模型量呢可能比你整个整套沙发 加起来的模型量都大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啊 这样分配这个模型资源是非常不合理的 我建议呢 max中的这个花啊 不要它全部删掉啊 我们可以去去 Icu的一个模型库啊 去找一下类似的一个花啊 去替代一下 因为真的啊 你这个这么精细的花啊 你和那种很粗糙的花 你渲染出来啊 尤其离得远的时候 根本都是一模一样啊 也没人会去纠结那个花啊 怎么怎么的 对吧 好那我们这里呢 比如说我指导这个沙发啊 那其他我就删掉它就行了 或者说啊 我这里不删它 那我呢 就把它单独这样选出来 比如说哎 这样对吧 单独选出来 然后out加q 孤立一下 然后呢把这些没用的取消选择 按住out键 取消选择啊 然后孤立一下啊 这个呢就是这个物体 对吧 我看到这里有很多这个空物体啊 这个也不是空物体 它的轴可能错位掉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导出来 导之前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脚本啊 就是我们在群里面给大家发那个脚本文件 有个安装包啊 这个就是材质转向脚本 就是这个啊 就是c开头的这个1.24 这个呢是3ds max的一个脚本 脚本呢 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插件啊 这里啊 我们点这个运行脚本 不要点这个打开脚本 好点一下运行 然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脚本 点一下它 然后呢很简单 只需要两步 点这个线扫描材质 线扫描呢 简单几句介绍啊 是3ds max自带的一个材质 然后威瑞呢是威瑞的材质 我们要把威瑞材质 转换成线扫描材质 点一下它 点击转换 转换之后呢 点一下否 哎我们看到它的材质 是不是全没掉了 没有关系 这里呢 点一下这个标准 点材质 然后点这个有贴图的真实材质 好啊 它的材质呢 就全部这个收回来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啊 随便吸一个材质 去看一下 哎啊 它是不是就是默认的一个线扫描材质 对吧 这个standard 对啊 这就是标准材质 啊 它就不是威瑞的一个材质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做的一步 就是要把这些复杂材质啊 转换成这个简单的材质 什么何为复杂材质呢 我们随便选一个 好 我们随便选一个啊 比如说这个压麻布 对吧 再选一个抱枕 我再选一下这个抱枕 好 我们观察一下这些材质 何为简单材质 就是这种材质 就是在这个啊 材质编辑器慢反设置里 直接贴了一张贴图 对吧 直接贴了一张这个贴图啊 它什么处理都没有 我就贴了一张贴图 对吧 那什么叫复杂材质呢 慢反设置里 对吧 哎给贴了一个衰减材质 衰减材质里面又贴了一个 才贴了一个真实的材质 对吧 这个呢就是复杂材质 对吧 那很多朋友啊 呃用过3d的朋友觉得这个 哎这个材质编辑器好像没有见过 是不是一个插件啊 这个是3ds max2012之后新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高级材质球 我们点这个材质 然后呢可以哎调出啊 传统的材质球 对吧 他呢不是很直观啊 我这里呢建议我们使用这个 就像电池仓 就像连电池一样这个材质球 对吧 那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个复杂材质 转换成这种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那种材质很简单 把它把这个小电池直接往这拖 然后呢把它拖断掉 对吧 直接扔出去删掉就可以了 这个同样也是啊 这个凹凸啊 我们可以不要他啊 直接给他全部删掉啊 然后呢把它呢 哎啊连到这里 把它这样拉断啊 给他直接删掉就行了 那我们这三个啊 就成了这个简单材质了 对吧 那这个凹凸你可以给他加也可以 不加都是无所谓的啊 好那我们这里啊 就是给他一个也去调一下啊 是吧 把它连到这里 拉出去啊 删掉 然后再看一下啊 基本上就没有掉了 这个呢就是本来就是简单材质啊 你看啊 这个呢同样也是一个高级材质 对吧 好把它这样拖出去 好直接删掉就行了 同样这个也是啊 好这样拉出去删掉就行了 那我们这个所有材质啊就调整好了啊 把它关掉 这一步呢就材质啊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一步啊就是要给他剪面 为什么呢因为3ds max啊 他这个面数啊就是普遍偏多 对吧 呃就是我们需要把它这个面啊稍微剪一些 剪一些呢才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呃这个模型资源才能剪到最小 对吧 那这个模型啊我们该怎么去给他剪呢 首先我们把它啊看一下 他这个模型啊是不是有好几块组成的 怎么看呢 啊我们把它变为 哎我们把它变为可编辑多边形 对吧 变为可编辑多边形呢 可以按下f4看一下这个线啊还是挺多的 对吧 然后呢 点一下这个元素看一下 他是由哪几部分组成的啊 他只有一部分 对吧好直接给他什么给他优化一下 怎么优化呢 这里呢有一个一个专业优化啊 这个修改器 那这个修改器怎么拿出来呢 是在这个修改啊 在这个修改器列表里面啊 是在这里的啊 把它拿出来就是点这个配置修改器集 然后呢点这个显示按钮 显示按钮呢 那点这个啊配置修改器 然后呢你在这里找到 比如随便找一个 比如球形化啊 把它拉出来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他就出来了 这里呢还可以增加一些按钮啊 增加14个 对吧 这个呢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当我们最经常用的啊 就是专业优化和这个uvt图 你都是可以在这里啊 一个一个找到啊 把它拉出来的 对吧 你可以看我这里啊 看我这里的这个 这几个就是比较常用的 对吧 然后呢直接给他做优化 做完优化 点击专业优化 然后呢先点这个保持纹理 如果不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哎啊你计算一下 发现啊贴图没有掉了 对吧 点上这个保持纹理 计算一下啊 他这个纹理啊还是完好无损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面数 他的面数啊是有4万个面 那我这里呢就要啊 告诉大家一个我的经验值 就是我转这么多模型的经验值 就是我们这个单独的模型啊 给他保持在1万左右 好 好那么给他这个 百分之三十减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面 对吧 百分之二十五的面 好1万 对吧 那么可以再降降一些啊 给到百分之二十 然后右击一定要右击把它转回 这可编辑多编型啊 那这个呢也是一样 这个呢我们我们点开这个元素啊 看一下它是有哪几部分组成的 好它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对吧那我们呢就要把它这样分离一下啊 这个也是分离一下对吧 好啊 然后这个呢就是空物体啊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啊 然后啊 其实不难啊 就是啊 这里呢比较绕啊 其他的地方啊就很好 然后呢就要优化一下 看他有几个面啊 4万多的面 我还是给到他二十 或者是二十五对吧 然后右击变为可编辑多编型 下面这个也是专业优化一下 这些软体抱枕啊就是比较麻烦啊 后面这个啊它只有六千八的面 我们不用管它了 对吧 那这个呢同样啊 我们右击转化为可编辑多编型 然后呢 哎 把它这样分离开 我们点一下分离 点完之后啊 我们按这个 我们选中下一个 然后按这个 L键右面那个叫什么冒号 对吧 点一下 然后呢 它呢是重复上一步操作 就是我们上一步不是分离吗 然后这一再点一下它 就是分 就重复上一步操作 点一下回车啊 确定 然后呢 把这个空物体删掉 然后呢就是给它 哎啊 这样优化一下 对吧 好 这是有两万的面 好我们给它40% 好 35% 啊 30%吧 对吧 然后右击转化为可编辑多编型 啊 这个呢也是 这个呢 我们给30%啊 转换成可编辑多编型 然后呢 它 对吧 我们再分离一下 好 把它删掉 然后呢 它呢 转化为给它优化一下 两万多 对吧 我们还是给20%啊 20%太少了 对吧 32% 对吧 好 转化为可编辑多编型 这里呢就是有重复的操作了啊 就是比较麻烦 对吧 32 好 然后右击啊 保存 就可以了 对吧 右击转化为可编辑多编型 然后这个呢 我们点一下看一下 它有哪几部分组成啊 就一部分 对吧 那我们就不用分离 直接优化 我们这个面比较大啊 9万多 那我们直接给它优化到10 对吧 它10%啊 这个啊 毯子啊 因为它这个优化力度比较强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给高一些吧 给它20% 让它有2万的面 对吧 右击转化为可编辑多编型 然后呢 我们这些软体啊 就全部做好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 这些 这些啊 沙发电啊 这个沙发电啊 才1万3 啊 我们就不 不优化它了 对吧 然后这个我们依然要看一下啊 它呢 还是有三部分组成的 把它这样分离出来 然后点冒号 分离 点冒号 分离 好 然后把这个空物体删掉 同样这个也是 对吧 转化为可编辑多编型 然后呢 把它分离出来 好 空物体删掉 然后呢 我们啊 给它专业优化 好3万的面 好 我们给它百分之三十啊 差不多 然后又有机保存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你优化这么多面啊 发现啊 它的一个精度啊 基本上肉眼啊 是看不出来的 对吧 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所用的很多模型啊 基本上都是资源过剩 对吧 就是完全就浪费计算机资源 好 这个线啊 这个比如说这三条 这四条线啊 长得一模一样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这个小眼睛直接拖给它 好 计算一下 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复制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们四条线全部选中 对吧 右肌成为一个多边形 好 然后这个啊 大的这个大的这个底座 我们看一下 它是由哪几份做成组成的啊 它只有一部分 对吧 那我们呢 我们这里先保存一下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就是专业优化 看一下 好 这个这个大底座才有2万的面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考虑一下 不给它做优化了啊 毕竟这个主体啊 对吧 嗯 然后下面这个啊 就无所谓了 下面这四个小角啊 那没有多少面 好 那我们这个呢 就转完了 对吧 一个沙发 然后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导出了啊 呃 导出前呢 你先检查一下这个贴图 对吧 看一下这个贴图 好啊 还是UV还是不错的 这个呢 我觉得啊 这个贴图有点贴的太大了 我们调整一下 怎么调整呢 给它加一个UVWMAP贴图 这个呢 同样是修改器 里面找到 就可以了 点一下这个 在这里找到 对吧 拖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加一个他啊 这里呢 只需要两步就可以了 点长方体 其他的不用管啊 点长方体 然后真实世界贴图关掉 然后这个长宽高 一定要给他一致 我们一般啊 就是给一个200到1000之间的一个数值 这里呢 我给他有500 然后 tip tip件啊 对吧 切换500 500 对吧 看啊 这个我觉得就比较舒服一些了啊 这个贴图 然后我们就可以导出了 全部选中啊 给他这个坐标轴归一下这个中心 然后呢 乘一个组啊 因为他是一个整体 所以说我们乘一个组 乘完组之后呢 我们就要用那个插件了 我们点文件 点导出 点导出 选定对象 然后呢 如果你没装这个插件之前啊 你这里呢 是没有这个 SKP 这个文件的 对吧 就是你是不可以直接导出这个SKP文件的 但是你装完MES啊 这个max转SU插件之后呢 你的max啊 这里啊 直接会出现一个点SKP 对吧 点一下他 然后呢 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地方 对吧 好 比如说这里啊 我起一个8888 对吧 然后点一下保存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啊 这个 这个插件的界面啊 只有两个一个激活 一个是他本来的一个界面 然后呢激活 就是在这里输入这个激活码 对吧 然后你可以查看这个月份 还可以购买插件 也是在这里购买 对吧 那导出版本呢 是SU 2018啊 这个就看你的这个版本号 对吧 我是我用的是SU 2018 然后隐藏边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啊 可以开一下 那我这里呢 画一个画一个圆啊 画一个球 那这个隐藏边线啊 就是如果你不勾选隐藏边线 你导出来的模型啊 全是这个样子的啊 如果你勾选上 他就是默认给你这样柔化的 对吧 这个看大家的这个喜好啊 喜欢勾上就勾上啊 然后这个合并勾面是什么呢 这里啊 再解释一下也很简单 这里我画一个面对吧 然后我把它分成五部分 分成五部分之后呢 我把我把这两条线往上拉 然后什么叫共面呢 这三个就叫共面 把这三个面中间这两天删掉 这个面啊是完好无损的 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整体 对吧 这两个线呢不是结构线 删掉也无所谓 但是这个面呢 就不是合并合并共面了 对吧 他俩就会共 他俩呢就不是共面了啊 你删掉中间的线啊 它是破坏结构的 所以说这个两中间啊 共面的这两条线啊 他呢其实占用我们计算机资源的两条线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除非你是要比如说这是砖缝 对吧 我拢模汇报啊 要看这个砖缝啊 所以说这个呢 就合并共面 合并共面了 就会把这些占用计算机资源的这些线啊 给你给你自动删掉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啊 是点上这个合并共面 那有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点它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导出来模型发现啊 这个面破掉了 那我们呢就返回去啊 不要勾选这个合并共面再导一次啊 再看一下这个面也没有破 好我们这里啊点一下确定 呃这个大大部分模型啊 大概几十秒就导出去了 好啊已经导完了 好啊 然后我们回到SU 新建一个 打开啊 打开我们这个SU 刚才这个888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小 大小是77兆 对吧 打开啊点缝 这里呢啊 我们这个模型啊 就导出来了 对吧 然后啊 把它们 这样呃 风格样式改一下啊 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就是这个物体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入SU部分啊 去处理一下它这些就是清理一下 它这个就清理一下模型 那我们这里呢还是要用到啊 我们建模这个课程中啊 讲过的一个插件啊 就是cleanup 对吧 呃大家呢可以按我这个啊 勾选一下啊 不用去翻译这些英文啊 都没有什么用 对吧 呃如果你想知道啊 它的一些每个这些对应的这些什么 选项啊都是干嘛用的啊 看一下啊 这里呢又要推销一下啊 也不是推销一下 推荐一下我的这个插件情报局啊 你在应该是在前面啊 第第五期啊 会讲到这个cleanup清理大师 对吧 就是比较详细啊 每一个对应的是什么 对吧都会有讲到 那这里呢 你如果懒得看对吧 或者没有时间看 你可以按我这个去走啊 就是第一个啊不要勾 然后呢第二项第二项下面这两个不要勾 其他全部勾上就可以了 然后点一下清理 好点完清理以后 然后哎再清理一下 好清理完之后呢 我们啊先把它炸开 炸开之后啊把它这个线啊给它融化一下 对吧 啊我们看到这里呢全部是软体软体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拉到头就可以了 哎用看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不是就倒成功了 对吧 很漂亮啊 开个投影啊 这个这个比三在3D里面看是漂亮多了 然后贴图啊是完美的啊 这是绝对完美的 然后呢 模型精度啊也是非常棒的 对吧啊 你没有看到破面啊等等之类的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给它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清理工作啊 比如说我们双击进去全部选中那个面好 清理一下 好清理又清理了800多条 对吧 好啊 然后这个进去双全部选中清理一下 好这个进去全部选中清理一下 然后大家不想清理也可以啊 我这里因为上课啊我们严谨一些 好啊 这个呢也清理一下 好那我这里呢就不仔细清理了啊 像这个抱枕啊 好啊 它是分成两半的对吧 我们当时记得啊 它是分成两半的 好我们可以这样 哎 给它单独 给他们啊 这个两半 成个组 对吧 好 那我这里呢就不成组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线框显示出来啊 整体啊 这个给它清理一下 好啊 基本上我们这个就没问题了 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测量一下 它这个比例对不对 四百八啊 差不多啊 这种北欧的沙发就稍微高一些 对吧 好啊 那这个就没问题了 然后这个贴图啊 是非常完美的 那我们最后啊 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渲染结果啊 就nscape几分钟啊 我们就调好了 好 然后呢我们还是用这个nscape助手啊 好比如说它对吧 给它一个布料 好啊 给点这个凹凸 然后它也是一样 给个布料 它也是要给个布料 给个凹凸 好 拿到这儿 它也一样 给个布料给个凹凸 好 这个也一样 好 我们这里先保存一下 好 给个布料给个凹凸 然后这里呢 吸一下 啊 这个牧师面啊 我们直接给个抛光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们这个呢 就做好了 可以给它打个随便打个灯啊 好 然后我们给个颜色啊 比如说给钱给这个 呃 4500k啊 这个也是nscape的一个工具 就nscape助手 好 让我们给个as 对吧 随便拉一个亮度 啊 然后啊 每每个抱枕上来一个灯 来一颗灯 啊 好 哎 把这个灯啊 全部拉起来 然后呢 我们scape里面可以看一下 好啊 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细节 对吧 啊 效果还是不错的 对吧 这个渲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这个可能他中间啊 有些这个贴图啊 不是很好啊 中间有些缝 对吧 那我们这个啊 就哎 稍等一下卡住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大小 那这个888呢 他是这个76兆啊 其实对一个模型来说啊 76兆还算可以啊 不是不是特别的大啊 如果你觉得还是太大 你可以把那个模型来说啊 这个模型优化的一个精度啊 就是优化的这个 呃 专业优化 再给他把这个面调的小一些 好 好 那么这个转模型哈 就讲到这里 我们最后呢 呃 因为很多朋友啊 没接触过3ds max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 呃很小的一个总结 首先呢是max部分 我们可以啊 脑子里先过一下啊 1.1啊 就是要检查贴图啊 是否要转换为线扫标贴图 我们呢 是肯定要要转换这个线扫标贴图 如果直接转的话也可以 但是呢 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对吧 而但是呢 你你把它转换成微锐标准材质就行了 什么叫微锐标准材质呢 就是呃 慢反式后面直接就是贴的贴图 对吧 没有其他的一些衰减啊 那些 呃 复杂的修改器啊 这个是贴图 呃 线扫标材质呢 也要转换成标准的一个线扫标材质 就是简单的线扫标材质 就是在这个 呃 可以看一下啊 啊 还是这个啊 就是我们 慢反射直接贴的一张啊 真实的这个材质啊 不要有那些 呃 其他一些乱七八的修改器 这个呢 就是叫简单材质 或者叫标准材质 对吧 那1.2就是要把模型全部解阻 然后呢 可编辑多编型啊 也要将这个元素分离 对吧 就是我们刚才做的这个事情啊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解开组之后 把它们呢都拆开 为什么要拆开呢 这里呢 就是啊 ico的一个原理啊 就是如果你不拆开 他这两个这个抱枕啊 他就默认啊 成了一个整体啊 一个组 呃 那你这个整体里面啊 他所存在的一个面啊 就会非常的多 对吧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就是我们把它拆开两个 就是把这个 两个一个抱枕分成两半 分成两个单独的组 他呢 每个组所承担的这个线呢 就承担的这个面啊 就要小很多 对吧 啊 这个是我总结出的一个规律 好 好呢 那1.3呢 就是单独啊 每个零件啊 进行专业优化 单个零件面数 保持在1万左右 单个零件啊 就是我们这样拆开的这些啊 单独拆开的这些啊 像这个啊 这个这个条 对吧 啊 单独给他做优化 对吧 保持在100 1万1万面左右 不管是这种大的这个沙发也好 还是这种小的边条也好 只要呢 他在1万面以内啊 就是 就是可以的 好 这是1.3 那1.4呢 就是模型整体 最后导出的时候 模型整体成组 导出时点选合并共面 啊 就是我们这里啊 导出的时候 skp 对吧 导出导出的时候选择合并共面 啊 就可以了 那第五点呢 就是我们要利用啊 UVWMAP修改器啊 调整这个贴图 就是我们这个贴图啊 不要想着是我随便贴一个啊 然后去SU中啊 再好好贴它 因为SU的这个贴图啊 它没有3D这么强大啊 所以说我们尽量啊 还是啊 利用这个3D里面啊 就给它贴好 直接导出去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啊 SU的部分 SU部分呢 第一个要点就是导进来之后 要检查模型单位 有时候啊 导出来的模型啊 会单位会出测 或者说他原来3D的模型 单位就不对 对吧 比如说你导进来一个沙发就高3米 对吧 那你放到场景里面 你还得去调整它这个大小啊 所以说啊 检查单位 然后呢 不对的模型啊 也给它适当的 用这个卷尺工具啊 给它调整一下模型的大小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啊 比较好一些的啊 就是啊 不是那么卡的这个风格样式啊 因为它默认的这个风格样式啊 是一个比较卡的一个风格样式 就是这个啊 SU 刚转就是转刚转按模型 刚打开这个SU的时候啊 它这个风格是比较卡 那你呢 先要马上给它切换一个 不这么卡的一个 不怎么卡的一个风格样式 对吧 然后1.3呢 就是要有的贴图啊 比如说实在是3D点没有调整好 忘记调整了 那你呢 就要用这个SketchUV啊 这个插件呢 调整一下贴图 我们刚才啊 这个贴图啊 是非常完美的啊 如果不太完美啊 就是我们上一节 和nscape啊 讲到的这个UV贴图啊 要调整一下啊 这个非常简单 对吧 那第4点啊 就是clean up 清理场景啊 这个我们刚才也演示过 就是这个clean up 你装完clean up之后呢 可以在clean up 在哪里打开啊 这里打开 对吧 我这里呢 因为这个插件经常要用 所以说我建议呢 设置一个快捷键 这里呢 就可以找到啊 clean up 对吧 我是这个out加C clean嘛 对吧 clean up 然后呢 清理一下 对吧 多清理几次 清理场景啊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呢 就是模型这个零件啊 记得成组啊 这个我们刚才啊 没有没有做这一步啊 我再次打开一下 这个skyshop 2019啊 是要比这个2018啊 打开这些大模型要快很多的啊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我是测试出来是快很多 啊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五点是什么呢 啊 模型临界啊 记得成组 就是我们这些模型啊 有的它是散的 对吧 像这个没有散的 像这个啊 它是不是两半 对吧 两半组成的 那它呢 就是一个整体 对吧 给它成个组 它呢 啊 同样也是两半 对吧 好 成个组啊 这个呢 同样也是两半啊 给它成个组 好 这个给它隐藏的 然后这个沙发 它是不是一个整体 对吧 好 给它成个组 然后呢 哎 啊 我们这个东西啊 这些对应的物体 是不是就更方便 我们这样拾取了 对吧 不会啊 你这样 这样拖出来啊 它是一个零件 你还可以啊 比如说他们呢 给它成一个大组 对吧 这样呢 我们就整体啊 就更好去这样拖动它了 呃 这些模型啊 转完都不要扔啊 就是可以后面啊 可以再利用 对吧 比如说有的那个花啊 或者是什么 一个抱枕啊 你是觉得特别好看啊 你可以每个项目里面都用 对吧 甚至是可以成为你 你的一个标志啊 就别人一看啊 这个效果图就是谁谁谁做的啊 他他就喜欢用用用这个颜色的 或者用这个花纹的这个抱枕 对吧 这个就成组了啊 就方便我们去获取 好 我们这个今天的课程啊 就讲到这里啊 我们这周的课程也就结束了啊 就是呃 这两天的课啊 可能这个信心量比较多 那剩下呃五天时间 对吧 大家呢就需要个多练习啊 我们这里呢 昨天啊有昨天的作业 今天呢 同样有作业 今天有两个作业很简单啊 呃第一个呢 就尝试转换一个3D模型 你可以用我刚才那个模型啊 你可以转换一下那个单人沙发 对吧 或者是那个呃 落地灯等等啊 或者和我转的一样 尝试转一下有什么问题呢 在群里啊 及时交流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这个就是我们呃 ico啊 他这个模型啊 并不多 对吧 很多模型我们需要去从3D里面去调啊 这里呢 你就需要去转一下 或者呢 呃你可以啊 在这些网站上去下啊 他们呢 也是找人花钱啊 去转的3D模型 像这些啊 像这个 这个 还有 这个 都是3D的模型 啊 啊 你可以花钱去买 对吧 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就是我们要有好模型啊 对吧 像这种模型 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对吧 然后呢 建议啊 也可以尝试一下啊 比如说S2模型 啊 你看啊 建议呢 就是这个呃 质量更加高一些啊 他是呃 相对更高一些 对吧 呃 或者说啊 还有这个mode啊 你可以 像这个啊 这些全部都是我渲染的啊 就是一张一张 全部渲染出来 然后再传上传上去 所以说我差不多去年去年有练了一百多张啊 就是这些啊 是全部用nscape渲染的啊 呃 都是可以去下载的 那mode啊 比较少啊 建议呢 是最多的啊 呃 怎么说呢 就是有钱嘛 对吧 呃 其实有钱啊 我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但是确实是 呃 没有一是本身就没有那么的资金 二是呢 也没有什么 投资商啊 愿意去设计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啊 毕竟是呃 这个回报啊 太少了 对吧 也没有没有人愿意去投资 呃 这个这些对吧 这些是带渲染的 这个是可能是微锐渲染的啊 啊 就是这两个作业啊 第二个呢 就是尝试调一些这个 呃 unscope的材质啊 你可以试试着用一下 sd sdt 烟助手 或者说自己调一些这个复杂的材质 比如说拉丝不锈钢啊 这些 对吧 好 那最后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啊 就上完了啊 呃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在群里面讨论一下啊 我们今天课就讲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观看 物败 кольку ель 试图 试图 最可 试图 和 试图 情